I say a story about me and you 早 今天 星期三 其實 好像照常吧 也要上班 但晚上 要採訪一位法國人 因為我們報紙每週一都有一個 小專欄 就是說在深圳的外國人 基本就是 聊一下 個人情況 然後再對深圳的 看法還有 還有 就是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這樣子 這是我衣櫃 其實 作為男生有時候也挺難挑的 愛新買的 牛仔 短鞋但感覺不太適合我風格 所以一直就放在最後 其實我衣櫃 還是挺有條理的自認 嗯 有好有不好吧 好的就是說 我這樣一排 我今天穿完這一件 我這個衣架會放後面 之後洗好晾好衣服就繼續掛 按順序就不會說 我要一堆衣服裡面去挑 然後想去穿什麼 就比如我今天要想穿這 心情覺得挺想穿這件的 這件是 穿了滿久的一件 小襯衫吧 嗯 然後 而且而且就是說 這樣配的話 下面的褲子 都會都是對應的 像這個 每天上班都是被一個有拆包 其實能裝滿多東西的 墨鏡 移動硬盤 就是要剪的篇都在裡面 有時候下班 早了的話 就在辦公司 剪一下篇 放這兒吧 筆記本 然後 加成 這種像是那種 小 郵柴包 他們叫Messenger 鼠標 鼠標電 其實 蘋果電腦的觸摸板 還挺好用的 但是 就還是習慣用鼠標剪片 我不知道這個有點太old school了 Nano 還有耳機 偶爾 路上聽聽歌 但我一般騎車不會停 只有說 搭地鐵的時候才會停 之前還會帶充電器啊 甚至再往裡面塞本書 但後來因為騎車 背著 而且是單間的 所以 就這樣 這樣合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是到上班的地方 神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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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nd me Stuck on the water 现在刚吃完饭 太饱了去散一下步 说一下时期的感想吧 刚来了 差不多已经有 一个月了 6月初来的 觉得学习还挺多的 首先办公氛围挺好的 就深深日报这里 英文版 第二是 就是跟以前 所想像的不太一样 是这里很鼓励 新人就算是实习生 我这种短期的去学习 然后给你很多机会 比如他们会让你单独跑一些采访 会让你去单独 写一下稿也比较相信 就有这种 这种信任之后 其实你会很有动力去做 不然如果 只是每一天去 在办公室里面编译 等于是翻译 的话就会 特别乏味吧 其实我出来散步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有个任务就是 最近王子荣耀的话题 不是特别火吗 尤其是大家对于 小朋友玩这个游戏 真是沉迷的 就比较关心嘛 所以就给了我个任务 来像麦当劳啊 麦当劳那边 但肯德基这些地方 来看一看 就是小朋友聚在一起玩游戏 看能不能拍几张照片 找点素材 但很可惜 今天不是周末 而且主要是吃饭 里面吃饭的主要是上班族 就没有看到这类的素材了 但现在回公司吧 今天有两篇稿要赶在 下午之前出 现在下班准备骑车回家 现在下班准备骑车回家 先准备去一趟健身房 然后去采访 刚才说的外国人 OK 果然像刚才说的一样 被雨追着跑领了个头 还好带了伞 但是 我回来的后来 有一段路是搭着伞 以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骑着车的 当时最害怕的就是 相机或者 因为当时相机架在车上 或者是 毕竟车是电的嘛 车进水 现在是零透了 所以基本去健身房的计划 也泡汤了 估计先洗个澡吧 车到车 우리는 车到车的 车到车上 车到车架 车到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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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到车上 等一等一等一等